大家好,我是阿陆 我先是在山西太原的一个泰山景区 这是它龙天市的一个摘堂 我明天中午是在这里吃它的寺院的一个摘饭 这是我取的一个摘饭 这个就是这里的一个摘饭 它有一个糊糊 还有一份馒头和这个晦菜 它这是一个套餐 它是有两个馒头 它这个摘堂呢 是在这个大雄宝殿的旁边 我们由这个山明上到这个大雄宝殿 早上中午晚饭呢 都是有吃饭的地方在这里 非常的方便 它这里的饭也是有其他种类的 我吃呢它是一个套餐 有这个馒头和这个糊糊粥 它还有其他的饼之类的 这个馒头呢它是一个花卷 它里面呢有这个海带豆腐 我这个包里呢还有早上吃剩的这一个油条 我现在开始吃第二个馒头 它这个馒头是一个混菜 它是有这个豆腐 腐猪 白菜 海带 还有这个豆角 它这个豆腐呢还是挺稠的 旅行像我这样的话成本比较大 哦 因为我每天我到不同的城市 我要住宿 要吃饭 要买名票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直播是吧 都要拍这个视频 就是做这个旅行 我主要就是做这一块 对对对 山西走几个地方 我刚到山西 现在刚走了这个卧管 今天是刚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其他地方呢往后我再 再做攻略再去 那您是三迪本利的 我太远了 我太远了 整个全国造个省 我现在刚开始做 后来也就是两三个省 去过哪 陕西 山东 还有浙江 江苏 大会菜 和我们这个山东的那种混菜也差不多 山东也新的大闸会 就是多往一块混菜 它叫会菜 会菜 挺好 您不是叫啥 您不是叫会菜 您不叫会菜 我们就是叫混菜 混菜 有的也叫会菜 都是两种叫 没有太标准的叫法 我拿一下 我怎么样 行行 现在是饭已经吃完了 我们现在是已经吃完了饭 它的地方是在这个大熊宝殿的旁边 这里是有三双桌子 然后它下面也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刚才我们就是在这里去买的这个饭 我们煮下来这里呢 它这里也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只不过它这里的价格是比较高 吃的比较好一些 它这里中午饭是60元一味 而我们刚才吃的是15元一味 比较便宜一些 我们在这里所逛的 它这里的早中晚都是有饭吃的 在这里的是不需要买水的 它很多地方都是有免费领取的水 我们刚才所吃的这个饭呢 它叫惠菜 它说是太原的一个惠菜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先到这 我们继续逛逛这个农村市的景区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